吴先生嫁住杭州渔航上岗村 他说家里有两个孩子 大儿子今年11岁上五年级 他和妻子平时都忙着上班 孩子经常和爷爷待在一起 我跟他妈妈都不在家 然后就反正就我爸他爷爷了 在家 然后他拿着他爷爷的手机 在玩那个游戏 然后他到9月26号那天早上 他爷爷发现 那个银行卡上 有一笔钱支出了 几千块钱 9月25号那天 两个小时时间充掉了 充游戏充掉了十千多块钱 吴先生拿着父亲的手机告诉记者 大儿子充值的游戏叫做求求大作战 吴先生的父亲去银行 拉了一份明细清单 上面显示 9月25号大约有十几笔消费 每笔金额从6块钱到648块钱不等 通过支付宝扣费 收款方都是上海巨人统评网络有限公司 工商信息显示 这家公司的唯一股东 是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旗下有求求大作战这款游戏 吴先生说 大儿子平时在家 偶尔会拿着手机玩游戏 之前充值了300多块钱 家里人已经好好教育过 这次又是怎么回事呢 平时为什么会把手机给他 以前就是上网课的时候 要配一个手机给他嘛 他就一直一直就是慢慢上瘾 然后后来我们就是跟他客子劳了 我跟他妈妈在家的话 他就很乖 不会玩手机 他爷爷在家 他爷爷比较宠吧 他们小孩在家 巴不得他们安逮一点 不要吵什么的 有时候就给他们玩一下 他爷爷问他 等于说你玩的游戏要不要钱什么的 他就是跟他爷爷说 我玩的游戏等于说不用钱的 记者和吴先生的大儿子沟通后了解到 他是去年拿爷爷的手机注册的 几乎每天都会玩一会儿求求大作战 登陆游戏不用花钱 但是游戏内的一些装饰物品 需要充值购买 就让爷爷玩一下 有没有跟爷爷说这个东西 他不要充钱之类的 说了 那么你当时主要是点了哪几笔充钱呢 下面的 下面你知道上面标注是多少钱吗 知道 128198 328648 那当时有没有想过这个都是爷爷账号里的钱 孩子表示 游戏账号是通过实名认证的 记者看到 今年8月底 游戏公告内有条防沉迷声明 大致意思是 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 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求求大作战将严格落实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陆要求 同时对未成年游戏时长和充值进行严格控制 孩子表示 他是用爷爷的身份证进行实名认证的 吴先生说 他把情况反映给了求求大作战游戏方 提供了部分扣款记录等信息 对方通过邮件进行了回复 大致意思是 目前的记录不足以证明 当时相关充值是由孩子本人完成 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明 吴先生现场电话联系上了客服 建议您可以尽可能详细的提供跟小孩相关的 比如通过文字类型的描述 小孩相关的视频 音频 照片的 你们那个就是小孩子玩的这个游戏 神明认证是具体什么时候实行的 一直都有这个规定 不用那个人脸识别的吗 不用人脸识别的 只要提供那个 等于说是身份证是吧 训名或身份证号码 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公司认定确实是未成年人充值 将进行全额退款 记者想进一步了解情况 不过客服工作人员表示 公司有专门的媒体对接人 后来游戏公司巨人网络的公关人员 联系上记者 了解了基本情况后表示 需要向上反馈 再给出正式的回复 吴先生说 接下来他会重新提交证明 再申请一下 截至发稿 记者还没有收到游戏公司的回复 1818黄金眼 记住报道